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161地下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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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場記者會主要是為了文山路161天秘地下電纜案 我們質疑在前幾天六月底 台南市政府跟在地少數的民眾 進行了私下的 私鄉授受的手段 要來進行黑箱作業 我們感到非常的擔憂 在台灣目前 並沒有規範出非常安全的電視環境 這一點讓我們非常的擔憂 讓我們一般的民眾 並沒有能夠安心的居住權 所以呢 今天我們在這裡 要呼籲我們台南市政府 要把所有的作業公開透明 而不是私鄉授受 進行黑箱的作業 六月底呢 我們在文山路的居民 有收到一封沒有居民的通知單 這個通知單呢 就在這裡我們有拍照 那這個通知單完全沒有任何 團體的單位的居民 那要召集大家呢 到陳光中學來開一場 這個問所謂的問卷說明會 因為呢 所謂自稱文山路自救會的這些團員呢 他們的所有行動呢 是不公開的 是沒有告知所有的 所有的胡偉寮文山路這邊的居民的 所以是令我們非常擔憂的現況 當晚我去聽的時候 那也非常的非常的特別 也就是說自稱自救會的這些成員呢 他們當下呢 是說明了他們在一個月內呢 去拜會了立法院立法委員王偉澤 那還有我們的台南市政府 那他們呢 也聲稱了台南市政府呢 非常支持居民這邊 那希望呢 居民這邊呢 能夠進行配合來填寫這一份問卷 那但是現場並沒有把這個問卷列印下來 那是用呢 當場是用電腦 那秀在這個泡泡影 秀在這個螢幕上面而已 那也告知在地的居民啊 這個問卷呢 是從台電那邊抄下來的 台電也不願意公開這一份問卷給他們啊 給他們這些自稱是文山路自救會的成員 他還要求居民說 欸只要我們達到六成的居民 都有填寫這一份問卷 然後呢 這六成的裡面呢 有八成都不贊成 都不同意 市政府就會答應我們 把這個地下電腦案遷移掉 但是並沒有告知 也沒有算出來 到底我們這六成是要達到多少的數量 所以當晚聽完了之後 我們的成員也覺得 這實在是太詭異了 所以隔天他們就是說 隔天他們就要陪同台電 他們所謂自稱自救會的時候 也要陪同台電 然後挨家挨戶去進行問卷的作業 然後他們會全程錄影 OK隔天喔 說明會的隔天 那我們成員隔天的上門 就打電話給公務局 也就是說我們台南市政府 專責這一件地下電腦案的單位 公務局去詢問這一件 事相受受的問卷的事情 可是呢 我們公務局回答不知情 不曉得 一概不承認這件事情 但是當天晚上 問卷作業就沒有做 就停止 而這些自稱自救會的成員呢 就糾縱到我們這位打電話的成員他家 去謾罵叫囂 所以今天我們呼籲 要請賴清德市長 要來說明 說明這一整個事件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那這樣子的處理過程 如果不是黑箱 什麼才是黑箱 路線喔 他這樣子行走路線 完全就經過我們的住宅區 所以同時呢 途經有陳光中學 育農國小也得領進 一直在從這個門山路繞到綠路旁 然後再接到育農路進來 然後到我們的住宅區 後宅裡的住宅區 然後要接到 以目前他們想要新設的 那個叫做育農便電所 他基本上就在石右風山的旁邊 那整個路徑的行走 他是在住宅區跟學校旁邊 這是我們不能容忍的 第二個部分 在我們後甲裡的一個立場來看 如果今天市政府的一個作業 只是先解套文山路那邊的一個路徑 那完全棄我們後甲裡不顧 我今天自救會的訴求 他也是素之不理 他也是自自不理 那這個訴求都自自不理 請問我們市政府是不是一國兩制呢? 我們我本人就是住在 舊的後甲邊電所的對面 我經過跟我們協會這邊的一個 幫忙我們去做了一個調查 我們做了癌症地圖 做出來是非常的觸目驚心 我們非常非常多的 不管是年輕的、長輩的 那不斷的發生病變 那這些病變在我們看來 在一般的市區 除了其他的因素以外 為什麼我們這個地區 他的離愛率偏高? 我覺得這個是在市政府 尤其是我們賴清德市長 他是身為醫師 我相信他也關心我們的民眾 但是他今天忘記了我們後甲裡 他沒有對我們後甲裡的領營 來關心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生病了 多謝 我們都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